老闆我要两个 好嘞 我马上画好 你看 这是猴子 这是马 这个没有腿了 被吃了吧 这是什么呀 小狼狗 给你 多谢 这条龙画得真漂亮 这只狐狸 好像你 可是没有我做得好 老板 来 找你钱 不用找了 赏你的 谢谢你 喜欢吗 喜欢 不用了 这是给你买的 两个都送你就好了 从小我逛街市啊 最开心的便是把喜欢的东西买个遍 从头到尾一直买 这样抱着我喜欢的东西 我的开心可以持续好久好久 所以 今日帝君喜欢什么 我就给你买什么好不好 好啊 小白 不要离我太远 老板 这怎么卖 这是什么 当然 是 是 你看 哎 买一个面具吧 看看面具 你看这个 活力面具 哎 哦 眉毛还会动呢 有意思吧 你想要这个 给你 哦 给你 我找您钱 哦 不用找了 赏你的 哦 哦 谢谢 谢谢 謝謝 好極了 如今你也是有狐狸面向的人了 是我們家的人了 是你家的 走吧 在斷長山賞玉嶺花那一夜 你給我的也是桂木面具 那時我把你認成蘇墨葉 還跟你說了好多話 你那是專門為救我而來的 可卻因為我記憶混亂 沒有認出你來 真是對不起你 雖然我不知道那時你對我的態度 為何會突然轉變 但是你那樣關心我 我就覺得很感動 原來 一直陪在我身邊的人 是帝君啊 小白 以後 無論你在哪裡 我都會一直陪在你身邊 走 我們去一個地方 看一看嘞 面具 看看面具啊 姑娘買個面具吧 姑娘 你還沒給錢呢 我 方九殿下 你這個堂壺禮 送的可真是時候 這會兒可是致敬的關鍵時刻 帝君他老人家 为了博你一笑 竟连我的死活都不顾了 罢了罢了 此处夜色更浓 趁得这佛林花还更美了 那些孩子 我小时候经常像他们一样 跑来跑去的 我四叔他养了一只 做骑士之金卫鸟 我小时候他经常欺负我 有一次我睡着了 他就把我的皮毛全都涂黑了 是 你小时候经常被欺负吗 才不是呢 那些学术的童传们想要巴结我 孝敬我都来不及呢 敢欺负我的 也就只有那只小精卫了 不过后来我就给他报复回来了 你是怎么给他报复回来的 有一次我趁他午睡 我就在他肚子上放了一只兔子 等他醒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 那是他生的 他当场就给吓哭了 做得好 可是后来他知道是被我耍了 然后他就追着我跑了两个月 为什么是两个月 因为两个月后就是年终大考了 他想要抄我的上古史 你的上古史绣得很好 那时候我喜欢你 你是上古英雄 一部上古史就是你的辉煌战功史 我那时还想过在你喜欢的科业上也用一用功 无奈你最喜欢的是佛礼 我真就有心无力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不太明白 为何天天打打杀杀的人 还能将佛礼习得通透 后来有一日我突然就琢磨明白了 那些成天会见杀人的人 也未必不能将佛礼参得通透的 大抵啊 要把好的坏的都见识到极致 内心还能帮容天地的人 才能够将佛礼参悟得如此通透吧 我还知道你喜欢钓鱼 可惜父子没有安排这门客 小白 帝君 其实 您是看成我今日心情不好 才带我来过女儿节了吧 为什么 自从沈夜入府以来 我就像安兰惹一样 一直同她有书信往来 从这些信仙中 我能感受到安兰惹 对沈夜的用心和爱的沉重 我为她感动 也为她难过 你不必陷得太深 小白 你不是安兰惹 不必体会她的痛苦 我认为她的痛苦